访问大陆前夕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交代首要目标 布林肯表示,希望中美多沟通,降低两国误解带来的风险 他同时提到,会向中方提出在华美国人被扣留的问题 而在北京,大陆外交部表示,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 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,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 布林肯还没到大陆,加入隔空口水战的还有大陆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布林肯来北京需要好好听中方的声音 我们围绕台湾问题的警告,不是空洞恐吓 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,丢脸的到底是华盛顿还是北京 布林肯到大陆,中美关系怎么谈,谈些什么还没先排 但华府智库学者分析,大陆官媒对布林肯仿中报导 并不向西方国家有热情 新加坡外长也表示,布林肯仿中是必要的 但外界不要,期望太高 TVBS新闻综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